Ready 有威寶數位代理的神幻大作 《神仙傳 Online》終於要正式登場囉 這款標榜要讓玩家在遊戲中 當個上天下地無所不能的神仙 不但在遊戲裡的玩家神通開很大 甚至連玩遊戲的權限也開很大 玩起來超過癮的 為什麼說這一次神仙傳 給玩家的權限開很大呢 因為在以往的MMORPG開放公測 之後玩家就要瘋狂的練等 實在是很花時間 而《神仙傳》為了要讓玩家 能夠盡快體驗遊戲的豐富內容 特別於遊戲內不設定等級開放的限制 玩家要懂得如何善用GN權限 也將是所有玩家的重要課題 加上在遊戲中 還有大家耳熟能香的神話人物 會陪玩家一起闖蕩遊戲世界 甚至還有豐厚的獎勵 這麼多好康大家可別錯過囉 你喜歡風色幻想 聖恆幻想這種日式動漫風格的RPG嗎 那你千萬不能錯過這款永恆星宇 因為它不但有濃濃的日式漫畫風格 而且它的遊戲玩法很創新 而且戰鬥畫面也很熱血喔 那就趕快一起來看看精彩的遊戲內容吧 喜歡日式動漫風格作品的玩家有福囉 靠著開發風色幻想 以及聖恆幻想等等作品而成名的紅衣科技 宣布要推出最新作品 永恆星宇並將由東方紅展代理營運 永恆星宇是由曾經開發風色幻想系列的團隊 再次操刀的全新作品 延續之前作品濃厚的動漫風格 結合時下流行的策略冒險方式 為玩家貼心打造各種團體對戰的新玩法 讓玩家不只可以同時欣賞到精彩的動漫藝術 還可以體驗熱血沸騰的戰鬥過程 整體遊戲性質大幅提升 而有別於一般網頁遊戲 永恆星宇導入了全新設計的戰鬥系統 以三人小組為單位 除了必須考慮單位之間的牽制關係外 成員隊伍的特性更是影響勝負 創造屬於自己的無限可能喔 每年暑假都會熱鬧舉辦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今年也會有幾家遊戲公司參展喔 像是芝凡迪就為了即將要登場的 魔獸世界最新屋電靈資料片 還有新海鎮霸2的資料片 都會有大規模的展出喔 趕快看看現場的盛況吧 好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勳 那我現在就位在台北的電腦應用展 而且現在就在智凡迪的攤位喔 那大家知道今天智凡迪呢 就有三款遊戲啊 最主要遊戲就是 魔獸世界最新屋電靈資料片 還有新海鎮霸2的重築 最新再來就是暗黑破壞神3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後面背板 是不是真的很震撼 是不是很震撼 很大 而且等一下聽說會有精彩的活動 還有神秘嘉賓來喔 現在在我們智凡迪的攤位 也有很性感的舞蹈表演喔 大家趕快看看 是不是很火辣啊 好 沒穿 現在在我身後呢 就是魔獸世界最新5.0的試玩具 有沒有看到人山人海坐滿人 那說到我們最新5.0的改版 就有最新的種族熊貓人 而且還有最新的職業5.0 可以讓大家來有全新的體驗 趕快來看看他們試玩的情況好了 我看到這位玩家 我們來訪問他一下好了 你好 你覺得最近物電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還是覺得有沒有很好玩的經驗 這熊貓人造是還滿特別的 模式很特別是不是 所以有沒有覺得很震撼的感覺 有一點點 看來他已經玩得目不轉睛了 沒辦法跟我說話 現在我們來到又是智凡迪的 新海爭霸2的攤位 大家有沒有看到最新新海爭霸2 充足之心的資料片可以提供試玩喔 有沒有看到現場試玩人真的很踴躍喔 神山人海做滿人啦 我們現在就在智凡迪的販售攤位啦 大家有沒有看到如果喜歡我們爆雪娛樂 這三款遊戲來到這邊一定會瘋狂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到現在販售的有 爆雪最熱門的遊戲 衣服啊 模型啊到處都有一定會 像我看到高跟弦一樣大尖叫對不對 大家趕快來搶購吧 大家趕快來看看現在智凡迪邀請到我們音樂界的電玩教主 施文斌來到現場囉 看看等一下會有什麼精彩的活動吧 一試我就開始 哈囉 現在在我身旁呢 就是我們很有榮幸電玩展組朋友 再次訪問到我們的施文斌施大哥啦 那我們趕快問一下施大哥怎麼會出現在應用展的智凡迪攤位咧 這一次是台灣爆雪跟智凡迪熱情的邀請 然後讓我有機會在我們爆雪的展場 現場來這邊擔任一日店長 那今天非常的開心 然後剛剛也經過了一段驚濤駭浪的競標 我有看到喔 而且是一萬三的高價對不對 對 我相信這個價錢應該是 Diablo 3這款遊戲典藏包 全世界應該是目前來講 標售最高的一個 最高的 最高的 應該是 而且也是應該算是台灣的最後一包的典藏包 真的是絕無僅有最後一包 所以真的很增長 那聽說等一下施大哥 等一下也會跟我們的玩家進行互動對不對 對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玩家 他們可能這個前一陣子 並沒有時間來接觸到這個遊戲 那配合魔獸世界的5.0改版 所以今天呢待會兒會在試玩區 我會跟大家一起互動 然後跟大家一起玩 Diablo 3跟這個魔獸世界 對 好 那謝謝施大哥囉 掰掰 台北電腦應用展 台北電腦應用展 歡迎大家現在趕快來 我們的魔獸世界 國內知名的遊戲開發商中華網龍 今年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當然也沒有缺席啦 除了大受好評的吞食甜蜜3之外 還有霸氣十足的霸刀PLUS 也是全場的吸睛焦點喔 大家怎麼能夠錯過呢 趕快來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中華網龍攤位啦 然後我們這次主打呢就是吞食天蜜3online喔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超可愛的八豆腰 都在舞台中間 而且舞台上還站著好多的美女喔 是不是 這裡就是天堂囉 現在在我的身後呢 就是吞食天蜜3 為了這次赤壁之戰 有一個船身的造型喔 而且我們看到上面還有草船借鑒 有沒有很有創意啊 那你不要趕快進去裡面 看看船身裡面有什麼秘密咧 來 走 原來在我們船身裡面的秘密 就是我們吞食天蜜3的試玩區啦 而且裡面也是人蠻為患喔 重點是試玩以後還可以得到 超可愛的八豆腰棒槌啦 大家是不是也想要一個啊 趕快來吧 有 除了吞食天蜜3之外 還有我們大氣食的霸刀PLUS 也在現場喔 還有最重要就是我們美麗的霸刀休克啦 喜歡大型機台遊戲的玩家們 一定對星像電子不陌生吧 他們不只開發大型機台很厲害 沒開發線上遊戲一樣是下下價喔 那到底他們今年台北應用展 也會端出哪些豪料呢 話不多說 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吧 現在我們來到就是 星像電子西遊12傳Online的攤位上囉 那這款遊戲呢 就是以西遊記為題材啦 而且現在裡面耳熟能詳的人物 也是以女生的造型出現在台上囉 快來看看有沒有很帥氣啊 這邊就是我們西遊12傳Online的試玩區囉 而且試玩完還有什麼好康呢 像是金斗雲造型的棉花糖就在我手上囉 耶 終於有東西吃啦 除了我們的西遊12傳之外 隔壁就是我們的藍心傳記Online 也可以提供試玩喔 那這款可是可以爽快玩的動作射擊遊戲 大家也可以來試看看喔 講到台灣的遊戲之光 絕對少不了思維工坊啦 最佳來自台中的遊戲研發公司 開發的群龍陌世路 可是在國內外都受到相當大的注目喔 而今年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他們有大規模的展出 所以大家千萬別錯過囉 我們接下來就是思維工坊的群龍陌世路攤位啦 那思維工坊呢 其實台灣的遊戲開發公司 而且之前開發的幾款遊戲啊 幾款啦 遊戲 它在國外都是頗具盛名 所以真的是台灣之光喔 而且現在最新的遊戲群龍陌世路 也是來勢兇兇喔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台上的群龍陌世路 我就知道啦 來現在趕快來訪問一下 我們在試玩區試玩的玩家吧 先生先生可以問一下 你玩了最新的群龍陌世路 有什麼感覺嗎 這一款其實 它的那個動作流暢性還不錯 然後其實我蠻喜歡它的那個 無準性設計 因為你這樣子就可以 對 就比較隨意的攻擊的那種方向 所以你玩得很上手對不對 如果以 其實我現在不常玩現場遊戲 從玩電視遊戲來轉進來的話 其實還蠻不錯的 很不錯 很值得推薦給大家對不對啊 對 這邊展示呢 就是思維工坊跟知名的電競品牌 躍躍公司他們合作的專業電競產品 都在這裡 而且呢 這次還會在活動裡面 以抽獎的方式送出喔 有沒有很幸運大家趕快來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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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